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庄子预言,泥巴中的乌龟。 泥巴中的乌龟,庄子在钓鱼,楚王让两个大臣去邀请他来楚国做官。 庄子拿着鱼竿头也不回,说,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,已经死了三千年了。 国王把它用布包起来,装在竹盒里,藏在庙里。 请问这只乌龟是愿意死了,留下骨头,被人尊重,还是愿意活着,拖着尾巴在泥里爬? 两个大臣说,愿意活着,拖着尾巴在泥里爬。 庄子说,请回去吧。 我也要拖着尾巴在泥里爬。 神龟 传说中有灵异的龟 尊重 尊敬重视 这个预言来自庄子 庄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一。 夜尾图中 庄子 庄子 拿着鱼竿 头也不回 说,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,已经死了三千年了。 国王把它用布包起来,装在竹盒里,藏在庙里。 请问这只乌龟是愿意死了,留下骨头,被人尊重,还是愿意活着,拖着尾巴在泥里爬? 两个大臣说,愿意活着,拖着尾巴在泥里爬。 庄子说,请回去吧,我也要拖着尾巴在泥里爬。